传闻又写哥拉莫斯又出新作品了,这一次不是爆栓,而是走击,对手付出的大驾驶,先是直流,把脚下的一块草皮染成了红色。 通常情况下,这是打群架时我才能看到的血腥一幕,在拉莫斯所赐,能够在绿荫场上大开见识,拉莫斯轴击对手过去我以为这世界的球员大概分三种,第一种,年少惊狂,多少人爱便有多少人也,直到岁月的沉淀慢慢,打破了立场上的界限,让他也变得可爱,代表人物是塞罗,伊布拉提莫为奇。 第二种,从不做最初人头地的哪一个,但是默默坚守用人品赢的世界,代表人物是塞尔内蒂,伊尼斯塔。 第三种,曾经容满千笑万人顶礼摩摆,但突然遭遇崩塌,带着永远抹不去的瑕疵,比如吉格斯,而现在,水爷的存在,让我不得不再次改变我的界定,荣誉而论。 殿堂极了,这些年积攒的奖飞,家里的陈列是估计都放不下了,实力而论,年龄增长也没有让实力下滑,他仍在世界最好的后来行列。 但是口碑而论,名声越来越差,把自己越来越推向公敌的境地。 请注意,这里并不是断崖式的口碑坠落,而是一种线性的,没有任何微信反弹的趋势。 做到这份上,拉莫斯也是一种极致了。 一,半年前的欧冠决赛,拉莫斯使用了二十分钟,将萨拉赫导受伤下场,折算盲牌的利物普利回天,黄马如月三连欧冠,三连冠的伟业前无古人,也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。 欧冠冠冠冠赛拉莫斯对萨拉克的泛规但是,这也是黄马在欧冠三连中,最有争议的一次了。 全世界除了黄马熟迷,几乎快要把拉莫斯组分骂出了情间。 马归骂,但他们只在意的是这个结果,而具体范规过程中的肢体接触,拉莫斯发规的恶劣程度究竟几何?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探讨。 本以为经历了那场舆论危机,会让拉莫斯起码收敛许久,但是,才过去半年,熟悉的茫生又开始了,这一次,恐怕连黄马球迷,都没有再为他辩驳的底气了,粗暴的走鸡,对手哈维尔跪在草皮上,鲜血直流,渗透过想要堵住血流的双手,大片个落在草皮上,那场景让人看得揪心。 这一切的过程被记录下来,从过程到结果,都那么清晰,如果连这样的犯规都去辩驳,那真的是道德败坏了。 哈维尔鲜血直流然而,相比这次血淋淋的犯规,更让人遗憾的,是拉莫斯面对这一切的态度,他在社交媒体上只是冰冷的写道,哈维尔,我并不是想要伤害你,尽快康复吧,没有一句抱歉的话, 只是很苍白的解释,或许,这根本称不上是解释,拉莫斯也没有要解释的意愿,这让我想到半年前,他对萨拉赫的那次犯规之后发生的事情,太多权美人为萨拉赫发生。 这其中就包括杰奥不信的大义部,瑞典神塔相当不客气的说,如果拉莫斯那么对我的话,他现在已经入院了。 一个犯了大错的人,面对舆论的指责和炮空,最不会犯错的做法是沉默,然而,拉莫斯却选择了一句更强劲的回应, 心里没有机会了,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参加欧冠了,这像是一个自认为犯了错的人会说的话吗? 也许,在拉莫斯眼里,萨拉赫迪沙,哈雷尔的血,都不算什么。 跟黄马的冠军相比,这些东西真的一文不值。 你和我赴天下人,修教天下人赴我。 对于这句话,拉莫斯或许才是有着最深刻理解的人。 二,作为一名非黄马非西甲囚迷,对于拉莫斯誓言这个称谓一直很好奇,所以点试了一些黄马囚迷。 这个称谓究竟从何得来? 不同的人,给出了不同的答案。 其中有两个版本我认为还算合理。 第一种版本,当年黄马以直接支付违约金的方式,花费两千踢百万欧元从塞维利亚签下拉莫斯,这在当年也算是后威中添加了。 但是初来乍到的拉莫斯表现糟糕,一度被贴上水货的标签,随着磨合越来越深入,拉莫斯越踢越好,水货的标签是拿走了。 但水货的称谓不禁而走,球迷用这种正话反说的方式表达喜欢。 第二种版本,拉莫斯在场上是多么的彪悍,数据证明了一切。 现在164张黄牌和19张红牌,欧挂38张黄牌。 因为总是红牌,导致黄牌在场上以少敌多,慢慢的,球迷们就戏称拉莫斯为蓝盐货水或者小货水。 各位,浩渐渐的就发展成了水盐,拉莫斯对梅西的凶狠犯规,从现在的故事发展方向来看,我相信第二种慢慢才成了更靠谱的答案。 而这个答案中,还有要修改的细节,拉莫斯给黄马所带来的负面口碑,对黄马这个片孩的伤害,远比黄马在场上以少敌多,要严重得多。 曾经的黄马,是由劳尔、古帝、齐达内,费格这些人够建起的银河战舰。 他们是优雅的代名词,即便不能如这些年的黄马一般收割冠军奖杯,但他们站在那里,便是一种浪漫,是一种让你相信足球的美好的存在。 但现在呢,人们提到黄马,不再是斯罗,而是他们的对赵拉莫斯。 过去这个男人还扣着带到后卫,钢铁意志的标签,而现在被抢占了上风的,只有废人无数了。 过去我们以为,佩佩的离开,总算是少林功夫足球的终结。 但没有想到,拉莫斯的接班,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 三,过去,我以为这世界大概有两种后卫,一种凶悍莽撞,如马特拉奇,佩佩们,还有一种优雅强悍,如内斯塔,而拉莫斯这两年的一次次代表作, 让我相信,这两种特质结合到一起,还能衍生出一个新的特点,坏。 所谓坏,与马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。 何谓呢? 比如前段时间暴停了整个朋友圈的IG,正中的Dashy,我管你对手是谁? 管你什么走位? 甚至我不管你几个人,上前便是一段操作猛如虎,猛管战绩,是否0比5? 这叫让,再比如佩佩曾经猜他,暴停以来是场停赛,还有世界背上的德荣灯坠阿龙索的胸口,这些都是马夫所为。 但是拉莫斯不同于他们,这两年的拉莫斯越来越知道,如何以最小可能性,吃红牌的代表去伤害对手。 这是坏,拉莫斯掌,乖苏亚雷斯上赛季的第二回和西班牙国家得比,唱面火药味十足,而冲突的地造者自然少不了拉莫斯。 走机苏亚雷斯吃到黄牌,梅西毫不客气,为兄弟出头,抱负性的提倒了拉莫斯,同样吃到黄牌,拉莫斯没有在上前计划升级事件,他知道进一步的争端,亏得就是自己,让梅西吃到黄牌。 他已经赚到了,还有不久前的阿罐班奖典礼,拿到最佳后位奖项的拉莫斯,从舞台上领完奖会到座位时,先是跟坐在他前排和身旁的黄马队友莫德里奇和纳瓦斯握手庆祝,然后拍了拍坐在他前排的萨拉赫。 然而,萨拉赫没有任何回应,甚至,头台都没开,拉莫斯无奈笑了笑,果不其然, 我在社交媒体上,看到了一些球迷说萨拉赫没有风度,没有一项免恩仇的大度,拉莫斯想要的目的达到了。 但是,你们是想过萨拉赫错过欧冠奖杯的那种遗憾吗? 想过他因此学习了世界杯首秀的遗憾吗? 凭什么那么轻易的原谅? 如果那么轻易就原谅,萨拉赫的感情是不是也太廉价了,恶伦变坏了?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,而这世上最大的恶,就是,利用别人的善、坏,从来不是一种本事,而只是一种选择,坏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触及的东西。 只是太多人,为了心中还为萌他的理想,不愿是初级而已,无论你是满头白发,步履蹒跚,还是意气风发,正当壮年,想要得到世界的善计。 首先请不要做一个坏人。